對呀 裡面有很多 你好好給我解釋一下 就是一個一個來 譚薇薇你跟她的那個 因為我們之前在北京電視台做過一檔節目 然後我們一起合作過 我們倆合唱過 是 譚薇薇也是那個台灣的 她是台灣媳婦 對 台灣媳婦 然後你也是台灣女婿 對 然後剛剛也看到像楊蜜 對 生活裡的朋友楊蜜 胡哥 胡哥是我同學 他是我學長 因為我高一屆 是 我們很多年的同學 對 那個還有高一翔 高一翔是我的最好的哥們 在學校我們讀書一起 對 一直到開始大家奮鬥 這個過程我們一直都相互鼓勵 一直不離不棄的 我每次去北京也住他們家 然後還有那個嚴妮兒 嚴妮兒他那個相親的時候在我們家鄉的 是 對 然後這些朋友都是生活裡的好朋友 那李立群呢 立群大哥 就是 他是我偶像 生活裡有個接觸 然後 透過方式想找他給個祝福 范冰冰 那個生活裡的酒友 酒友是不是 我們沒有合作過 你下次喝酒可以約我嗎 對 我是不喝酒了 我們只是吃飯聊天 生活裡平常大家常常吃 我喝我喝我可以喝 對 我們還要繼續喝酒的話 對 亂說亂說 但其實在發片的前戲 有這麼多人的祝福 其實也是很 對 很感謝 很感謝他們的祝福 因為我 講實話 我在台灣沒有太多的朋友 可以給我祝福 畢竟我外來的嘛 那 在台灣做這行也不太容易 嗯 那因為你看我 這麼多年 其實我一直沒放棄過 我每天都在唱歌 我每天都在工作室寫歌 是 在網路上po 但是做了那麼久 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市場也飽和 對對對 而且最近可能也不太景氣 嗯 當然我覺得這個 跟景氣沒關係啦 自己努力就好 是 只要努力不放棄 一定有機會 讓更多的人知道 對 剛剛 敘明在他的談話裡面 也有提到 在超級友誌的時候 有很多好朋友 對 並肩作戰 對 今天也有幾位來到現場 我們先歡迎 超我同學會 一起出場 歡迎你們 可以開門了 謝謝 一定是朱力竟忘記開門啊 幹嘛 來 先讓他們拍照好了 來 是你麥克風可以給我 來 有送上禮物齁 朱力竟現在很會瞧 很瞧位子 好來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來 來 左邊看一下喔 來個手勢好了嗎 來 活潑一點 活潑一點 賣 賣 人賣是這個嗎 愛心愛心 她是在數鈔票嗎 對 她是在數鈔票嗎 她是在數鈔票嗎 這樣子 看 右邊看一下 來 來 視線往中間 來 往右邊 好 蔡昌憲今天是以路過的方式 因為她還在服役 所以她今天是路過 對 蔡昌憲今天就是一個人形立牌 來 再往左邊 再一次 換個姿勢好不好 來 換個姿勢 換個姿勢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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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左邊 好 視線往中間 好 往右邊 蔡昌憲先分享一下 我覺得就是很 就是海闊天空啊 是 然後她要去拍的前兩天 她說 能不能幫我找個 就是攝影師 我要去畫臉 我也說能不能幫我找個 就是做保險 然後我就想說 我想說 你大概要帶多少人去 因為你要可能帶攝影師 然後我說 你該請個司機吧 你自己開 你會很累耶 對 因為那條路不容易 然後她說她就自己開 然後我就強烈建議說 她應該要請一個人來幫她開 但我不知道最後 後面發生 對對對 因為她就是覺得 想要那個畫面 她就會 一定要去做這樣子 想起來 想起來 我就馬上打給那個朋友 對 塗凱傑 她在唱 她幫我錄一個前兩天 是是是 然後我說我想拍這MV 因為之前拍過一部 是在上海 我也是飛回到上海 我的同學 我那個上海戲劇學院同學 他們有表演戲的 有導演戲的 有編劇的 對 我說來來來大家開會看看 弄一支 拍了一支 愛不需要時間 本來今天想放呢 但是因為燈光的問題 然後那個 這支我就想起來 我說 我覺得台灣那麼美 嗯 台灣的海那麼漂亮 我在加州 在沿岸 就長一模一樣的 加州的海就跟台灣的海 一模一樣 我幹嘛要去加州拍 對 然後台灣的草 你看那個花 很漂亮 多美 然後那個山 風景 雖然把我困在那個山裡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美 對 現在看到你是代表你安全回來了 對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山和水很美 我不希望用很多的角色 用很多的人 或者是很多的都市的景 嗯 我覺得這個是最美 台灣最有價值的東西 對 拿到外面去給別人看 台灣是最美的東西 是 我覺得我喜歡那種東西 了解 它跟音樂是會match在一起 所以它就在你的專輯裡呈現了 對 今天在這裡其實也要恭喜徐明 因為八年的時間 終於等到你的個人專輯 謝謝你們來特地替他站台 哇 好 在這邊也要麻煩這個各位媒體朋友 多多幫 徐明也幫大家多做 這樣 這樣嗎 對 好 好啦 好 來喔 來 要不要先介紹一下這張專輯 這張專輯是我籌備了 大概兩年的時間 做成的一張專輯 用了我很多心血 對 這是我覺得最後的做出來的東西是完美的 是我覺得沒有遺憾的 那你給自己是滿好的嗎 這張專輯95分吧 剩下的五分 因為剩下的五分是歌曲不夠 時間不夠 對 因為我本來想多做幾首歌 但是時間真的不夠 因為我做歌太慢了 因為做得太仔細了 每個音符都要敲 每個樂手的出來的東西都要敲 所以做得太細太細緻 就時間用了太久 專輯內容要不要介紹一下 專輯內容 其實就是我的生活經歷 就是我的故事 我寫歌像寫日記一樣 我每天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當日記一樣寫下來 然後也許當時就把曲子譜上 也許隔天再去譜那個曲子 也許幾年以後 把那個歌詞拿出來再譜曲的都 所以這張專輯都是我的生活經歷 日記 專輯參與很多工作 那中間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困難 最多的困難其實就是找人幫忙做事 因為你要找樂手 你要找到合適的樂手 不是什麼樂手都可以用 你要找錄音棚 它要有檔 你要找編曲 它也要有檔期 那因為我自己會編曲 我編了很多東西 我希望會有更多人幫我 把我的編曲再潤色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要等 這個過程很痛苦 等到你真的覺得 這個人到底給不給我機會 做這件事情 你就一直等待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所以我覺得 其他對我來講都不是困難 就是人 朋友 對 那從超偶到現在才發片 會覺得時間過了很久 時間過太久了 沒有剛剛好 時間太久了 就像我剛說的沒辦法 之前經濟公司會有太多的考量 所以就沒有發成 那我決定自己 沒有經濟公司 沒有唱片公司的 幫助的情況下 我自己來做成 完成它 然後也不是糊弄 音樂不可以糊弄 所以音樂 對我來講 它是非常純粹的事 所以我會用 用我的生命裡面 大部分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做了很久 那專輯做了很多工作 你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這張專輯從無到無 最大的收穫 最大的收穫 是我完成了很多人的心願 其實有很多超有時候的粉絲 還有後面進來的粉絲 看我音樂劇 電視劇的那些朋友 他們都一直期待我 說什麼時候發片 什麼時候發片 每天見到就問 你什麼時候發片 所以我心裡會 比較愧疚大家 所以做完了以後 我發現 我完成了很多人的心願 我覺得太過癮了 可是年底很多大牌發片 你會不會擔心消耗的問題 我覺得不怕 因為唱片這件事情 本來就沒有人在買了 我出唱片的目的 也是希望 真心喜歡唱片的人 想收藏的人 可以拿去收藏 那其他的人 可以在網路上 就直接聽歌了 我不怕跟任何人去比較 因為他們是明星大咖 我比不過人家 我幹嘛要比 但是如果音樂 喜歡聽音樂的人 我們可以來比音樂 音樂可以講話 那你們想說 跟那些超偶的同學們 在合作下 唱啊 我是很希望跟他們合作了 我是希望下張專輯 剛喵跟我講 你要那個 合音的時候 要不要叫我 我說我哪敢叫你來合音 因為你聲音那麼突出 在後面唱 我要把你的聲音拉到多小 才能聽到我的聲音 其實合作 我很希望寫一些合唱的歌 下一張專輯 我覺得應該會有 如果你剛提醒我 這個idea很好 就把超偶的那些歌手叫來 我們每個人合唱一首 搞一張合唱專輯 好了 可以期待了 謝謝 感恩